不高音乐手机要您进入想唱就唱 想唱就唱 由不高音乐手机冠名播出 我们明天晚上10点30分 我们快女全国总决赛的 七纪录的比赛 就将粉末登场了 如果你喜欢哪位选手演唱什么样的歌曲的话 都可以编辑他们的名字 还有序号发送到1066958820 就有机会获得非常丰富的奖品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短信参与方式 明晚776的比赛呢 我们09年的快女都会参与到我们的邦邦唱环节 至于哪些人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像江应荣啊 李萧云啊 还有这个曾益可啊等等等等 相信呢我们这个女孩和女孩之间的一个对决 也是一个合作 应该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甚至可能会有化学反应呢 首先我们来看到的呢 就是我们的刘希君和国民美女 她们对上应该相当不错 女的听了会崇拜 男的听了会疼爱 而杨阳搭档刘希君 却是让人很难定义的一组 两人嗓音相近 风格相近 歌声优美动听 都是深情的嗓音 都是一唱就让人骨头酥了半边的风格 但在演唱中 那些最好听 最动人的部分 最好合声演唱 忽然杨阳本来很好的唱功 和急火的人气 将被刘希君压制 用你的话来听一下 美吗 我唱得也不错 总之就是我很喜欢 是我的菜 李斯坦尼凭借自己的节舞特长出镜 如今 她被称为最会跳舞的快女 而在所有快女当中 能与我们丹妮同台跳舞的 想来想去 也只有我们的舞王张应荣都胜任了 这次和09年的冠军张应荣 你懂我的真不愧 哎呀就是最开始就超级激动 因为就想到是张应荣 因为09年的时候 当时看电视就看快女 就特别喜欢她 就以一个dance的名称 跟她去照相了 然后现在就回过头来 就去年的时候 今年回过头来就想 爷 我说 现在我也和她同台演出了 同台一起合作 而且江永师姐还来帮我 哇塞 我觉得我在做梦吧 同为热舞高手的李斯坦尼 搭档江应荣 一个热辣一个冷夜 都属于舞蹈强于唱功的真正舞台伴 然后我觉得师姐 我现在越跳越好 唱歌越唱越好 气场也是越来越足 我这小师妹 跟她比一下就 再见了 评价舞蹈这一块的话 因为是她自己去做的事情 因为舞蹈也好 唱歌也好 都是一个自己的事情 没有人可以有权利 或者有义务去告诉她 她走的风格是很 很性感的 然后我走的是比较 凭力量 泡玩型的 也会让大家就是 一冷一热了 那当然这种一冷一热 是一种极致的体现 所以相信这一次 快女歌唱 一定会让大家 挂一身看 我非常有信心 将女子丹妮带入 田里有强 为什么呢 因为光是她一个人 就能炸掉你的眼睛 更何况 加上我 我告诉你 电视机都会炸掉 王一杰台风 稳健大气 是如今舞台上 不可多得的实力唱唱 与王一杰搭档的是 同样有着灵魂 歌者称号的于可维 于可维最近风头正进 育满台湾 虽然和王一杰 声线接近 且唱功稍好于王一杰 但王一杰有极好的声音辨识度 和独特的个人演唱风格 且中高音时 音色情感表达丰富细腻 因此不会被于可维 风头盖过 同为实力唱唱 光是静静的站着唱歌 就能把人耳朵唤醒的 王一杰搭档于可维 来自灵魂深处的声音 不知又会迷退多少观众 会唱可能很多 但是就是能唱的那样 就跟你的内心抓痒痒的那种 就很傻 勾人的那种 勾魂的那种 越慌越想越慌 越想越慌越昌 孙道林中间音声线独具特色 外形干净清新 被称为最有器智的快乐女生 一级以来 孙道林就给人心态淡定 气智从容的印象 是大家公认的淡定姐 在帮唱女生中 无疑是同样有着 淡定王称号的李小云 最为可选 我之前很担心说 给我安排 你就给我分配到其他视野的话 可能在音域方面会有很难磨合的地方 我懂她的烦恼 就比方说唱很多歌的时候 如果别人唱我们的歌 男生会觉得太高 女生会觉得太低 然后就是我们自己能够默默明白这些 孙道林被称为 林中迎化了女生的淡定王 当她遇到我们今年的淡定姐 苏妙林 两人欲强更强的气场 又会掀起怎样的音乐风暴 其实你问苏妙林紧不紧张 唱出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会紧张 不可能说真的 就像大家看的 完全没有一点波动 这不可能的 肯定心跳也会加速 也会出汗 但可能展现出来的东西 希望大家看到是比较舒服 比较一个平静 被这四位国际范的红尘 曾挑战碧昂斯 雷哈娜和艾威尔等著名国际巨星 这个古灵金冠美少女的嗓音明亮 且极致爆发力 与甜美客人的外形形成强烈反差 是一位金剧偶像气质 与强大实力的选手 与我们的红尘 艾威尔是有着 电眼美女之称的 零九届快女潘尘 名字里同样有着 尘字的双尘组合 虽然身高有些距离 但对歌曲高音的 精通驾驭 肯定会让他们合作 更加精彩 我们这次会改编一首歌 然后也是还蛮流行的一首歌 是Lady Gaga的Poker Face 用一种慢版的安定的方式 去重新演这个歌 流行凭什么人气高呢 原来是出自于非凡的创作能力 杨气的原创曲风 打破了传统原创的小琴小调 每首歌都能按自己的理解 处理得非常舒服 无论是原创 还是对歌曲的二次创作 都有独到之处 可以说音乐素养相当高 稍稍遗憾的是 老天给了他很好的音乐智商 却没给他爆发力的嗓音 而比他这种状况更加严重的 被我们绵羊天使 曾亦可莫属了 那一份的签奏 你是十字组 我觉得他可能更大的价值 体现在他的独特上面 他原创很特别 然后有一点小资的味道 我觉得我的原创是属于那种 就是 大家都可以拿来唱 但他的不是 他的是很多东西 你可能给别人唱 味道就变了 就可能只有他自己 才能唱出那个味道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应该是他谈起到我弹钢琴 而以最受网友关注的 级细王身份 出镜子流星 搭档刚刚出了新专注的 尊丽可 两王相对隐蔽的 又将这一首 怎样风格的原创作品 给他出怎样的火花故事呢 诗歌帮帮唱呢 是演唱情歌 那么我们的快女会体现出 她们娇羞的一面 小女人的一面 那么诗姐搭档来帮帮唱的话 这个两个女生 这个风格或相近 风格或截然反差 那么她们之间 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效果呢 明天晚上十点半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 广东中山苏妙林在家 一起来看看她的成长故事 苏妙林出生在一个 美丽的南方小镇 广东省中山市小懒镇 带我们进门的是 苏妙林的哥哥 一进门我们就看到了 一个和乐的家庭 这是她的房间 这是她当时参赛的 选手哈马牌 哥哥说 苏妙林对音乐的喜爱 似乎是与生俱来的 她一岁多的时候 妈妈背着她 然后司令部就播了 对你爱不远的歌曲出来 妈妈背着她 她在后面 在后面就有些律动 自小喜欢唱歌 还有演的 参加比赛 唱歌的动作 总之左右跳 右跳 声右跳 右跳 左右跳 你怎么啦 一九九五年 小懒镇举办了一个美食天地卡拉OK比赛 四岁棒的苏妙林第一次站在了台上为大家歌唱 她就上台唱了那个东西听那个甜蜜的那首歌 当时还有周星驰过来做嘉宾嘛 然后我看见她就特别开心 小时候的苏妙林就有点小性格 那我就先肯吃饭啦 那有时呢 那我就喝一碗汤啊 又几个一碗汤啊 炖起来这样咯 这个我们家特别夸张 你知道吗 喝汤就是要拿那么大一个碗 已经不是碗了 就盆了 然后就全部汤料啊 材料啊汤啊 全部吃饭之前 全部喝掉吃掉 要这样子的 嗯 比你小时候嘛 就喝那么多份 所以就不愿意喝 现在现在再给我再大一个碗 我也去过去了 苏妙林的家境很普通 爸爸是一个货车司机 常年在外 而苏妈妈在小缆镇帮人打工 补却家用 音乐梦想对于这个普通家庭来说 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苏妙林对音乐的热情也逐步升温 有一次那个 我们父亲的一个聚会 我妹妹就上去唱了那首歌 就唱了一首青藏 然后就直接就把台下所有人都吓到了 然后那个我那个叔叔啊二叔啊 他就说唱歌不错啊 为什么不让他参加一下比赛啊 我当时还打击他 我就当着他面说 我说不行 你看这么瘦少的身材 人家如果要他明星的 也是身材很好啊 样子很好啊 为了生计 苏妙林的爸爸妈妈在家的时间很少 苏妙林的哥哥很自然的就担负起了照顾他的重任 所以哥哥很多时候扮演的是一个父亲的角色 打骂那方面还是比较严的 不是只有他打我 就是两个人互相打 那我肯定打不过他 所以我就每一次都被虐得很惨 就不愿意他夸在上网的时间太多 所以有时候呢 有一次我就把门锁起来了 我就出门前我就说 要是哥哥把门还是锁着的话 我回来我就把它砸了 然后我放学回来 他真的还锁着 然后我直接我就拿锤子 我就把门给砸了 然后我害怕到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 然后把那种柜子啊什么的 都把门给顶住了 当时我也喊老婆 把那种踹开了 也给了他一顿好看的 当时 就他一脚就把我全部 一个晚上在那里弄的 就花了一个晚上的房门啊什么的 脚就踹开了 直接就对着我 就那里骂了什么 我具体忘记了 葵桑桥确实方法不对了 其实是我不对啊 其实我当时不懂事 哇 我觉得两个人都很爆啊 但说实话我觉得每个女生心目中都有一个梦想 就是希望自己有个哥哥可以照顾自己对不对 那么苏妙琳和她哥哥就是在从小打打闹闹当中成长起来了 其实最开始呢 刚刚来参加我们的快女的时候呢 韩家人都不是那么的支持 她觉得她不可能能够挺到现在 没想到一路走过来 她越唱越好 越来越成熟 今年四月 当二名一课女生出响直接耗时 二十岁的宋妙琳不声不响地出现在了广州唱区的出现现场 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 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 在心上却不在身旁 然后五十进三十那场我还去了广州 到了现场 我还带上几个朋友去了现场 看了她的比赛 就当时想法也没真的没多少 她选择那种风格啊 各方面可能也不会走得太远 但是让哥哥没想到的是 苏妙琳不但没有淘汰 反而一路进去越走越远 她每一次晋级都是我们遇到之外的说实话 真的 每一次你那样的收拾表音 那样酥酥的声音 总是让我的心情变得格外的爽朗 这样的声音 一生难受 几停 如潮的好评不断地涌现在苏妙琳的身上 让哥哥不得不重新来审视自己的妹妹 我撇除了我哥哥的身份 我就从一个普通观众的一个角度去看她的比赛 对我起最大感觉的是她三层PK 我就看着她那个唱歌的感觉 当时我真的自己也感觉很舒服了 当时我就从那一刻开始 我自己都成了妙亮了 真的 全国十三强突围赛 苏妙琳第一个成功晋级 然而这对苏妙琳这个普通家庭来说 却是一种很艰难的抉择 签约之前呢 我们还真的说很多顾虑 家里人也很多顾虑 因为毕竟她还是一个学生 当时还是没有特别大的 就没有什么自己 就没有什么信心 最后哥哥替妙琳拿进了主意 我们这一代人都很多都心怀过梦想 那说实话我们现在面对生活 只是儿子 工作 她好像现在 就很有代表着我们很多人 能够从草根 从某某无人的人去到一个 很多人关注你 瞩目你 长大一点 就好像在帮我们 实现着我们的一些梦想 其实我之前 我前上个星期吧 我已经就写好了一个名单 就是说要是我淘汰了 我就怕我忘了这些人 我就忘了在台上的谢谢人 我就一个一个名单列出来 然后最后写了一页 一页只满满 从不尝试 开始心自动 慢慢认真自带人 还有我的粉丝们 就是那一片蓝色的海洋 就特别特别感谢他们 进入全国十二强之后 苏妙琳与大家一起入住了城堡 忙碌的赛程 苏爸爸都有很长时间没有见过妙琳了 想她太想她了 我还记得那一天总决赛第一场 很远的地方一直跑 跑过来 然后跟她抱在一起 我当时我就特别特别激动 然后我也第一次看我爸爸哭 为了得到更多有关女儿的信息 苏爸爸这段时间以来 最长去的一个地方就是报刊亭 凡是有关女儿消息的报纸 苏爸爸全部买了回来 主要这个粉丝 对她的淡定节那个印象 这一张 这一张我就看了 我就最激动 那她 当那个评委 算到她第一个竞技 竞技十三强的时候 她都哭了 对不对 我也得很激动 我也差不多要跟女儿一样流眼泪 我想偷偷望 要望一望 不要给自己压力 还是当时的心态一样 你现在每进一局 每走一步 实际上都是你赚到的 不要有任何的压力 所以苏妙脸加油 全家支持你 我在城堡里面过得真的挺好的 你也不用担心我 我太辛苦了 怎么怎么样 因为现在女儿 正在为自己的梦想努力 我爱你 四口之家很温馨 很甜蜜 爸爸妈妈哥哥一路走过来 陪伴着她 一直鼓励着她 而且我觉得苏妙脸的歌 听起来真的是那种 懒懒的 软软的暖暖的声音 非常的舒服 希望她能够和其他坏女一样 走得越远 大家会越来越精彩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要请出 我们的三位快男 做客我们的想唱就唱 你们知道吗 我们的三位快男 既然把苏妙脸 比喻成天龙八部里面 少林寺那个扫地僧 觉得他们有的一笔相似吗 扫地僧武功完全无需自通 内力深厚 气场强大 乔工慕容副的父亲都拜她为师 苏妙脸也没学过声乐 参加快女只是想打酱油 却一路过关斩将 她的气场连评委都佩服到惊讶 我非常地喜欢你 演苏妙脸 你有一种莫名其妙的 但很强大的气场 我非常爱你的姿勤 苏妙脸 VS 枣 这个里面还蛮好笑的 对啊 因为这个枣也是都用深藏不露 对不对 一起在这个我们的上林寺里面 唐经阁里面 对啊 对啊 那陈翔自己说呢 一个是低调之 一个是战军写 还挺搭的 他这么说的就不低调 你知道吗 这低调是我看的 就越低调的人 对啊 对啊 就是一个反差了 反差比较柔 明天晚晚车窗外 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 向左向右向前看 爱要穿几个碗才来 苏妙脸和陈翔搭的那个和声太好了 对 因为陈翔他就自己 就问了怎么搭好听 他自己就发现个这么好听的和声 对 你觉得这个苏妙脸 他整个就是 整个演唱的感觉 觉得会不会有点点的单一 有没有 有没有这种感觉 单一是三个特点 嗯 就大概这样唱稿的歌 这肯定就是苏妙脸 而且单一都能走到现在 说明他在那个领域做的是最好的 对 而且就你看他唱歌 他永远就是眼神 就是有一点点很有内容 对 然后带着单一 淡淡的微笑 其实看的人很舒服 深夜可忧 回头多小个秋 甚至秒强天塞向 未拍隔再收 觉得都没有 无法解释得杀错漏 刚刚地道 望到 便更改 有点怀旧的 淡淡的感觉 对对是很温暖 对有时候就是越经典会越让人有感触 对就像网友这样这样就你的夜夜夜夜 嗯 经典那时候很有感触 但是其实到评讨她的时候 发的很 对很过对不对 对对对对 怎么回事 其实你别说苏妙林虽然的这个就是声音它一直就是感觉是那种很浑厚的这种雨中音对不对 其实你仔细看她的五官很美 对对对 很假的 她的样子其实挺特别的 对 是 我发了很多人就这样发吗 我觉得她其实看的人很舒服 嗯 但是但是你想想说 一味的是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演唱的风格的话 那能走得很远吗 因为大家都觉得哎呦我听多了会有点听腻 有没有这种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我肯定会有突破 嗯 这个所有突破 嗯 我们就在期待她的突破当中好不好 对对对对对 加油 对对对 嗯 接着一位单一的演唱的话 不知道观众会不会有一种腻的感觉 但是我们真的非常多的人都在期待着苏妙龄的突破 希望就在明晚 好的那接下来呢 我们这次又进入我们的快女快答 那么这次会有哪位快女来回答粉丝的问题呢 头发最长 身板最长 腿最长 手臂最长 身材最长 嘴巴最大 对 她就是我们的大嘴美女 王一姐 我感觉我接着我像她这样冲我 你知道吗 看你多配合她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呃 秋远你可以下台了 谢谢 我自己给搞定 我唱饭完了 你最喜欢的歌剧是什么 来秀一个 你会发现的歌太高端了 不一定就是谁比谁高端啊或低端啊 只是说大家喜好不一样而已 能不能给我唱一个很同俗的那种 后面这妹妹你们想听什么歌 好有气场 我一直一走 你走过去 我都不是这样冲 真的不要害羞来 来你说 记得 记得好 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 我和你手牵手 说要一起走到最后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最后一局是最精彩的 一直陪你走到最后 对不对 对啊 我们的贝特曼对我们的 这是王一杰的一个表白 是不是 是 我见到我的偶像非常激动 哭了要哭了 嗯 是的 你去做什么 没事没事 他就是真的用心去歌唱 我看我们粉丝哭 我也很心 就是就是内心 确实我们王一杰 我觉得他一路走得非常的艰辛 我们可以从他比赛当中 看出他是一个非常简单 纯洁的女孩 然后唱歌也非常棒 对不对 对 希望全国的观众朋友 能够多支持我们优秀的女孩 王一杰 王一杰搞哭了 不确实是这样的 一直以来网上很多人 对我争议很大 但是我今天突然发现这里 站到有一个人 他是这么的懂我 然后 他想把我一直想说的话 也给说出来了 我觉得 我非常感谢你 我要拥抱你一下 谢谢 谢谢 对啊对啊 而且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哪怕有一天 就是台上 台下只有一个观众是为我而来的 我都要 好好的把每一场歌 每一场比赛给比好 每一首歌给唱好 做到尽心尽力 我昨天收到一封信很长 就像写了一本书一样 每次我看一遍我都会流泪 就特别懂我 然后也很也给我很多帮助的东西 一些文字在里面 我觉得特别感谢 然后我觉得我的背壳是这么这么的 呃 体贴我 然后 这么这么的有智慧 我觉得真的是很感激你们 所以我想说 我爱你们 我也爱你 姐 那我完全是我们俩熟吗 就面对的我特别憨憨的 然后我说姐 然后我觉得他像我一个失散多年的弟弟 跳弹舞怎么样 祝福奶奶能够取得好成绩 就是身保护好嗓子 好 加油 谢谢 我们的陕西的粉丝来到现场 可是没有办法进来 我也很需要你们的支持 但是我觉得这种支持 只能让我觉得我很对不起大家 就是不要赶这么远的路程 然后来为了我就为了看我比赛 我觉得大家的电视照片照片可以看 网上新的视频都可以收到 然后我觉得 呃 只要大家认可我 然后 给予我支持 我觉得就可以了 不用 这么辛苦的劳累的去 呃 为了看我比赛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感谢 我们的一集真的 说每一句话都是从心而发 然后都很真诚很实在 我刚刚看到旁边有人要送你东西 你要还是不要 不要我帮你吃 哇 哇塞 哇塞 哎给我买没 哇 给你包小个地好吧 谢谢 那这个人我出来 给他哥哥去 哪个哪个哪个 嗯 去去去去去 我们找到那个粉丝了 我们的那个从陕西过来的那位粉丝 哎你真的不要 没有必要赶这么远的火车来看我 20个小时的火车 真的没有必要哎 我觉得全国总统 肯定最往一街的 辛苦你了 没有必要 没关系 我们还有 还有好几个同学也是 都是反正特别喜欢你 对特别 就违派你来吗 嗯 就违派你来 对他们都跑不动 都在那边 我一个人从那边跑 把我那个同学直接跑吐了 刚刚从这里到后面 还有很多人在那边 我们一共11个人 谢谢 谢谢 好感动哦 受不扭了 我比赛的 怎么摸有 我们都这样了 谢谢 谢谢你 谢谢你 那给大家看一下吧 对 很幸福 承载着我们粉丝的 对我们的 一节的爱 然后就 出现在这个蛋糕上面了 十一唱唱 一节最棒 一节加油 好了 今天的响唱就唱到全部结束了 那明天我们的节目呢 会给大家带来 零九快女 江应荣 曾一肯等 七位快女 跟我们今年快女 帮帮唱 彩排的一些情况 明天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